大家好 我是Max 上次我們說到的是吊籃 今天我們來介紹龜背玉 龜背玉又稱龜背竹 或者是稱電信籃 那不知道它到底是玉還是竹還是籃 各位可能會很好奇 為什麼我今天要介紹植物 結果我現在正在開車呢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去找一位Podcaster 無聊日記的韋恩 之前跟他聊天才發現說 他對植物也頗有研究的 龜背竹我最近才剛買 對他還不是很了解 我也還沒開始上網去查 那今天剛好趁這個機會 我就順便到他上班的地方拜訪他 跟他詢問一下龜背玉的一些養殖方法 這個Podcaster的無聊日記 主要是講說韋恩跟馬拉的一些夫妻間的日常生活 可以排解你上班或通勤的時候的一些煩悶 你在開車的時候如果覺得無聊 就可以把它播出來聽 像收聽廣播一樣 很有意思的 歡迎各位去收聽 我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裡面 龜背玉原產至中美洲墨西哥熱帶雲林裡面 是屬於一種比較耐陰的植物 屬於天然新科龜背玉鼠 是很多網紅咖啡店常常使用的一種大型的植栽 放在室內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也有非常好的淨化空氣的功能 也是一個非常多人在插花的時候使用的一個素材 那非常翠綠漂亮又大的一個龜背形狀的葉子 去幫一本插花去做一些襯托 是非常好用的一個葉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去拜訪這位韋恩 好 我們今天來到Padcast的無聊日記韋恩的上班的地方 他是韋恩 哈囉 我是無聊日記韋恩 那我們今天要來請他來分享一下龜背玉的一些養殖 對 那我們等一下就請他來說個介紹 好 有問題 好 那我們開始吧 好 韋恩 其實我們家最近也就是購入了一盤龜背玉 那這個龜背玉我們剛進來大概才三四天而已 那其實我對他的整個生活習性都不了解 那我想說那天跟你聊一聊覺得 你好像有一些這方面的研究嘛 那我想說那今天就來跟你請教一下 其實龜背玉是我玩植物的第一個植物 那當然中間陸陸續有玩別的植物嘛 那龜背玉我算稍微有點心得 就是因為我經過幾次失敗的經驗 他發現說原來他可能會發現一些爛根的問題 噢 失敗失敗的問題 對對對 那這一株呢是 看起來他其實沒有開得很漂亮 那他是我的分株出來的 噢 OK 那其實比較需要注意的就是 他其實還是需要一些日照的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會以為他是一個很適合 你種在室內的植物 對 有一些咖啡廳 有一些網美拍照的那種地方 很多都是用龜背玉唯一的襯托這樣子 對 那都是種在室內嘛 對啊 那龜背玉他其實他是需要比較好的一個散色 對 就是你直射他的話其實也不是那麼有利於他的生長 但是如果說你要種在室內的話一定要靠在窗台邊 就讓他有一個很良好的散色的一個環境 對 那其實我聽過一個說法是像搬著普通的燈罩也是可以的 我一開始是把它種在室內 就是我的一個沙發的旁邊 這個地方就是每天開燈的時間也不長 對 所以變成說他就長得很慢 就良好的一個狀況就是說 他平均大概每一個月都要開始長一個新的芽 新的葉 噢 像這個樣子 對 像這邊有一個突出來的這個就開始他要長 那他的頻率比較正常應該是一個月左右 噢 一個月左右會長一片新的葉 對 一個月 喜歡養龜背玉的人 就是也會欣賞他的葉子 因為他是叫觀葉子 對對對 那每個月都會期待說他這個月會不會裂 然後越開越大片這樣子 那一開始我遇到一個問題很好笑 就是我買的這桌到底是不是龜背玉 噢 對 其實我那時候也有這個疑惑 就是龜背玉跟我想像中 好像長得不太一樣 對 怎麼我的都沒有裂 對對對 然後他說為什麼其他人都裂得那麼漂亮 我一開始曾經懷疑說 我是不是買到那個叫做滴水觀音 滴水觀音喔 我知道 這個我們下次再做一集跟大家介紹 但其實差滿多的啦 對對對 他的精部其實差滿多的 對對對 對 一開始我會懷疑他是不是滴水觀音 仔細去比對兩種植物的照片的時候 真的是不太一樣 對 一開始我買回來的時候 發現他都沒有裂 嗯 我一直在期待說 他會不會哪一天 這片葉子就裂開了 噢 對 我一開始以為是這樣 但其實不是 就是 他要一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就要有這樣 對 像這個牙 他一開始要從這邊開始發出來之後 對對對 就已經決定好 他是不是會開裂 噢 原來如此 像他通常都是一個捲 捲區的狀況出來 嗯 這邊的地方會是在外面 嗯 所以東西可以分享給各位觀眾 就是他一開始長出來的時候 他這邊看起來雖然沒有裂 但是也不用太氣餒 嗯 因為很多情況是 他這一面會裂 噢 對 我還滿多的經驗就是 他開出來之後 這片打開之後 發現他是裂在這邊 嗯 對 但比較理想的就是 他兩面都裂得很多的洞 是不是就很漂亮 我漂亮嗎 也就是說 這桌是你從母豬那邊分組出來的 算是他的小孩的那種感覺 沒錯 就是說他的 他現在的年紀還沒有很大 對 那等到說他的年紀 他可能過個幾年之後 他之後開出來的夜市 才會是有這種裂開的 對 那剛剛講到關於光照的部分 那至於膠水的部分要怎麼交 膠水的部分 因為其實他是一個 喜歡潮溼的職業 在家會有個問題是 通常我們在用土的時候 他容易因為潮溼而漲蟲 所以以前我在家裡種的時候 我反而不喜歡他太濕 讓他就是我手 這樣子摸進去的時候 就是會知道說他沒有到乾就好了 對 那現在我種在室外的時候 一方面是因為室外 常常就是會經過日照啊 然後他的水分會蒸發 尤其是像現在春天要進入夏天的情況 我就會每天都讓給他澆水 對 每天就是我看到他就給他澆水 就是讓他一直維持一個 度大概有60%左右的環境 一開始我也怕說他會爛跟 但這個其實就是跟我去配的戒指有關 那這個我們待會再詳細的說 對 背珠是我們分珠出來的 那一開始我在嘗試分珠的時候 我有嘗試就直接把他的精部這邊 直接切掉 那直接切掉其實他不是不能活 你直接切掉把它插在水裡面 他一樣可以活 而且還是可以活很久 但是他就不會再有任何的發育就對了 他會長根嗎 他不會長根 你如果是以這一節來說的話 他是不會再繼續發育 但是他可以活下去 所以說很多人會把龜背浴 拿來當成插花的材料 對對對 他其實是可以活很久 那到底要怎麼檢查 他才可以真的去分珠 他的母珠是從這個雅典 發出來這邊 他就是會成為一個新的母珠 對 那以目前來說母珠是這一條 他是從這一根去分出來的這一條 那他底下的第一個根 就是供應他的養分的 所以像他現在這個根 他會一直往下面去導養分 找水源 不一定會這麼乖的就往圖裡面插 所以假設今天他一直往 不對的地方要長出去的時候 我可能會給他一個碟子 裝一點水 去引導他要往這個方向去長根 那假設要做分珠的動作 我就會從這個地方把它切下去 保留他的根 連他的根以後一起切掉 這一株我就可以拿去做千叉 原本的這顆他還會再繼續長 對 原本這顆他還是會繼續長 假設我這邊剪掉的話 他的這個根系還在 他還會繼續再從這邊去發育就對了 所以通常我們在換土的時候 我們也會建議說像這個根啊 我們至少要留三個 對 其實留三個之後 你底下全部剪掉都沒關係 對 但我會覺得目前的這個 這個筋的粗度還不夠 所以我現在去做分珠其實 稍微有點冒險 對 實際你帶兩公分左右 再來做分珠 他會比較強壯嘛 比較可以活得下去 對 謝謝瑋恩剛剛在外面跟我們分享 龜貝玉的一些種植的方法 瑋恩你還有一些其他什麼要補充的嗎 剛剛還沒講到這種我自己習慣用的戒指 瑋貝玉其實他不太挑戒指 他只要透水性不要太差的話 基本上他都比較多 那我來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用的戒指是什麼 那我比較偏向是一個懶人的做法 這個懶人的做法其實有一些小小的缺點 我跟大家再詳細的說明 做法就是我直接買洋土 然後再買發泡鍊石 然後再搭配一些珍珠石去增加他的透水性 發泡鍊石的作用就是鋪在底部 讓他的底部的積水不會去影響到我的根性 培養土呢 因為培養土他其實是一個看你的壓的鬆緊程度 來判斷說他的透水性比較好與否 培養土呢他比較屬於比較輕的戒指 所以我為了要固定龜貝玉的根部 要壓比較緊一點 所以這樣反而會讓他透水性變差 所以我習慣就是再加珍珠石 去把它做一個混合 那珍珠石很多人會以為說他是肥料 不是他其實是為了要增加它透水性 去增加 一顆一顆白色的東西 對對對 剛才說到培養土有一些缺點 就是他其實蠻挑廠商的 有些廠商可能會加肥料 有些廠商可能會加用剩的紅包的肺土 拿來做過一顆 肺土的話本身裡面就沒有什麼營養價值 對 那他裡面有時候會有尚未發酵完全的一些物質 這些可能會影響到你植物的生長 如果沒有發酵完成的話會怎麼樣 沒有發酵完全的話呢 它澆水之後 它又開始繼續發酵 那繼續發酵會有一個現象就是 它會放熱 它放了這個熱可能就會燒它的根部 那可能會造成爛根 對 那其實發酵它其實就跟細菌有關係 那其實這個細菌它也會去跟這個植物去搶它的餡分 那其實植物補外部它最需要的餡分就是蛋 甲 對 還有碳元素 那這些也剛好都是這些細菌喜歡的東西 它會去吃 跟植物搶 跟植物去搶到它的餡分 對對對 那為什麼我還會選培養土 因為方便 那我一開始在種它的時間會比較長 它要去適應這個戒指的時間會比較長 前面因為有這些細菌 它稍微去小代謝片 前面它餡分不足 所以會長得比較慢一些 對 那其實你時間拉長這個植物適應的戒指之後 其實它也都會長得不錯 所以對於它其實是蠻好造型的一種植物 如果說要一個比較更好的戒指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直接去買現成的泥炭 那泥炭它有粗細之分 那就是看你所想要的一個怎樣的透水性 譬如說你要種在室外 你經常澆水 那你的透水性就要好一點 那泥炭土就調粗一點的 然後泥炭土還要再配椰絲 就是細的椰絲 然後再配剛才說的珍珠石 三種去調1.1.1.1的去調 調出一個透水性比較好的一個戒指 那這樣就比較不會有分態做到的 譬如說像你沒有細菌 稍微發酵完全的問題 甚至是肥料會去燒根的問題 對對對 好那今天謝謝維恩 跟我們分享龜背育的種植方法 我本身也有在經營Podcast頻道 叫做無聊日記 那主要就是分享我們夫妻的日常生活 對那有興趣的歡迎收聽 那我們的連結會附在資訊欄下方 接下來我還會繼續分享我們家的一些花草樹木 喜歡植物的朋友們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